很感謝今次的Media 這麼有心 搞一個這樣的講座 很抱歉因為我知道很多 建制派的議員 尤其是當選了的就不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平台 是讓大家的候選人去表達 我們法律界對於言論自由 對於在《基本法》底下 香港人所享有的一套所有的言論自由 結社自由 集會自由 我們都十分尊重 所以我們兩位法律界的候選人 一定會是參與這些 我想我們法律界對於這一方面的看法 是絕對是同一把聲音 也都是絕對是團結的 我相信我大部分今天要講的很多議題 譬如23條 言論自由 版權 各方面 我和黃桂圈先生可能那個分別都不大 這個證明就是我們法律界 在這些議題上的聲音 一直以來都是非常團結 我也知道黃桂圈先生 他在任的時候 即是做英國律師會會長的時候 在這方面的立場和工作 都是非常清晰 這個我對他非常尊重的 首先我想講講就是 法律界也是香港人最關心的 23條的問題 其實23條在未來的四年 是很有機會 政府是再次重新強推去立法的 當然我們的基本立場就是 在未有雙普選之前 我們都是不同意 這個23條是需要去立法的 因為沒有一個充分民主的議會 我們是擔心保障不到香港人 在基本法底下想享有的自由和權利 但是如果真的要立法的話 我們的基本立場的話 就是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知道 2003年的時候 23條關注組 我們那個23條關注組的立場 我自己不是23條關注組的成員 但是他們的立場 我也是自己非常同意的 但其實本身23條在基本法底下的內容 它是沒有這樣的時間性的要求 它是很明顯把這個立法的時序和時間表 交由香港人自己決定 是我們香港人去決定 什麼時候適合立法 其實現在有沒有迫切性是為23條立法呢 我認為是沒有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如果你看回本地的很多法例 尤其是這個crime ordinance 刑事法案 對面已經有很多法例是操控 管制這個縱火 製造炸藥 擾亂公安 煽動 判疫 或者是釋取官方機密 或者是一些間諜的行為 其實現在香港的法例已經是有的 也都是幾完善的 當然因為由港英政府到現在 其實香港政府今上都沒有需要去引用 或者執行這些條例 我看不到現在為什麼有一個社會的迫切性 還有為什麼法律上是有這樣的迫切性呢 是要為23條立法 所以我希望政府會聽到這方面的意見 不會又再是很勞民地再強推23條 大家看到了 但是這個政府呢 譬如在這個國民教育的問題上面 他們是不聽香港市民的意見 就算是十萬人上街 他都會說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支持國民教育 就是你看到這個政府他們那個盲目 和不日的態度呢 是令人很擔心 如果真的他要重推23條的話 他真的會依賴一些建制派的議員 尤其是那16個自動當選的議員 是盲目地去支持立法 那我覺得作為法律界的議員 在這方面我們必須是要堅守 必須是要捍衛香港人的自由的權利 這個是我們作為法律界議員 是更加是暫無旁態的 在或者這個23條那個問題上面 我想那個立場就是基本上是這樣的 當然裏面有很多細節 我歡迎大家一家看 那剛才主持也講到這個網上23條的問題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如果因為其實現在二次創作 在網上確實是很盛行 而我自己都很欣賞 尤其是年青人他們在那裏改一些 或者是一些poster或者音樂 或者其他創作 我覺得是一個我們需要保護的創作空間 而對香港的言論自由 尤其是政治上的言論自由 批判性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其實看回澳洲的例子 澳洲的例子其實就是六年前 他在那個版權法上面 就加了一個辯護理由 就是parody and satire 即是諷刺性或者模仿性的一些創作 他們是給了一個辯護這些意志創作的 看回澳洲的例子就是 因為現在政府就說這個我們有保留 他保留的原因就是因為他覺得 一些諷刺什麼為止 諷刺什麼為止是模仿呢 他覺得是很難定義的 但其實你看回澳洲的例子 他立了這條法之後 從來是沒有試過在法庭上有任何的爭議 是說什麼是諷刺什麼是這個模仿 因為其實一看就很多 基本上普通人一看就知道 一件創作品是否模仿 基本上不存在什麼法律的灰色地帶 說是不知道怎樣去define 不知道那個定義是哪 其實那個實際上是沒有的 如果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好 因為澳洲那裡看到 他有了這個辯護之後 很多做二次創作的人 他們都不需要再恐懼 或怕有這個刑事的責任 他們在創作方面 是更加的自由度更加大 也都那些版權擁有人 他們都不覺得他們的版權是受到侵佔 因為其實明眼人就知道 你一個創作究竟是模仿共識 或是侵權 其實就是很多版權擁有人 其實他們都歡迎他們的作品 是被模仿和控制 因為其實反而是增加了 他們自己的作品的一個 一個宣傳度和知名度 所以在澳洲的例子 我們看到其實這個是 處理那個意志狀作最好 最直接了當的一個模式 我希望政府會慎重去參考這件事 我知道沒什麼時間了 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多些提問 在很多他們議題上面 其他的問題、議程 我都歡迎接受任何問題 多謝大家